2024年2月1日,星期四,农历12月22日,每日新闻简报。 加拿大新闻 1.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宣布采用新技术,将实现边境现代化,旨在显著缩短旅客等候时间。 该局在X平台发布文章,介绍其数字工具的应用,以提供更顺畅的边境体验。 2.在一名13岁的华裔女孩失踪后,阿里提出了乔丹申请,主张其合理时间审判的权利受到侵犯。 若该申请获得成功,阿里将免于判刑,避免进一步的起诉。 3.多伦多交通委员会TTC在上下班高峰期,突然停止了地铁线中最繁忙的一个车站的服务,理由是人满为患。 4.社交媒体上,许多人对TTC的决定表示不满。 4.一座知名楼盘在安大略省被强拆,仅有两年的居住历史的房屋,如今成为一片废墟。 5.曾经高耸的天花板、大窗户和后院露台都化为一堆碎玻璃和木头。 5.加拿大公共服务和采购部PSPC透露,加拿大政府将一座闲置的联邦大楼用作紧急庇护所,以提供给无家可归者在寒冷天气中急需的庇护。 5.中国新闻 1.宣武医院与清华大学团队宣布成功进行了首例无线微创脑机接口临床试验。 4只截瘫患者实现自主脑控喝水,手术后10天出院,专家呈可能超越马斯克。 5.这为脑机接口技术带来新的发展可能性。 2.郑州铁路宣布,受雨雪冰冻天气影响,2月1日将停运24.5对高铁列车。 与此同时,申通快递也因天气原因等多方面因素,对发往12个省份3公斤以上快件提价。 这一系列举措旨在应对极端天气条件对交通和物流带来的影响。 3.中国成品油价宣布年内第二次上调,折合成声计算,92号汽油上调0.16元,95号汽油上调0.17元,0号柴油也上调0.17元。 这一举措与国际原油市场波动有关,引发了消费者对油价走势的关注。 4.广东徐文警方通报,一位奔驰车主在插队杂车威胁事件中被刑拘10日并罚款500元。 有网传称该男子是河北高校教师,但河北农大回应表示学校已放假,将对此事进行核实并上报。 5.浙江地区发现一例H3N2与H10N5混合感染的死亡病例,这是偶发的禽流感跨种鼠传播,目前未发声人传人的情况。 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防范疫情扩散。 6.珠海市宣布对于按时返岗的员工进行补贴,省内员工每人补贴200元,省外员工每人补贴400元。 这一激励政策旨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员工权益。 7.江西辅州规定,彩礼不得高于本地人均年收入三倍,高彩礼将被写入黑榜。 与此同时,吉林地区对于男子破坏军婚的行为,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强调对军人婚姻的保护。 8.杭州市宣布春节期间,全市道路公共博位免费停车,为市民提供便利。 同时,上海市发出通知,禁止网约车在浦东机场运营,滴滴和高德已无法以浦东机场为起点打车。 9.小米汽车计划于2月份开始量产其首款车型SU7,预计7月可月产万辆。 根据网传消息,SU7的顶配价格为36.14万元,备受关注。 10.胡润发布的2023世界500强榜单显示,苹果公司市值19.2万亿元蝉联第一,微软18.1万亿元居第二。 榜单上共有33家中国企业,其中OpenAI首次上榜,标志着中国企业在全球的崛起。 国际新闻 1.日媒报道,菲律宾和越南签署海上安全合作被忘录,旨在加强海警合作。 与此同时,菲律宾发生海上撞船事故,导致2名菲律宾船员死亡,4名中国游客受伤。 2.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愿意在解决北方四岛问题后与俄罗斯缔结和平条约。 然而,俄罗斯外交部表示,由于日本实行对俄不友好路线,不打算与其旧和平条约进行谈判,仍将继续对其实施制裁并支持乌克兰。 3.美国德州将举行夺回边境抗议活动,预计至少70万人参加。 与此同时,伊拉克真主旅宣布暂停对美军的袭击,以避免伊拉克政府陷入尴尬局面。 4.英国计划向鸿海派遣航母,以对抗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与此同时,英国外交部表示,将考虑承认巴勒斯坦国,推动两国方案成为不可逆转的进程。 5.俄罗斯方面发布的鉴定结果显示,在有65名乌克兰军战俘的伊尔赴76运输机,是被美国爱国者导弹击落的。 相关鉴定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1.在经历了上周的可能加息风波后,各路专家、机构和银行纷纷认为加息已不太可能,而央行有可能在今年6月降息。 目前,关注点不再是是否加息,而是央行将维持利率的时间长度。 那么,现在是否是进入地产市场的良机呢? 虽然房价相对稳定,利率尚未上升到过高水平,但各大银行的贷款利率已明显下调,部分银行甚至提供了4.69%的优惠利率。 一些房地产专家表示,随着借贷成本的下降,可能会推动春季房地产市场的活跃。 而经济学家们认为,央行不再强调货币政策的收紧,这暗示着降息可能近在眼前,尽管通胀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Royal Lepish首席执行官Phil SOPR在上周三的央行决议日会议后,接受全球新闻采访时表示,央行的表态巩固了对今年房地产市场温和反弹的预测。 尽管离春天还有一个多月,但加拿大各城市已经出现早春复苏季下。 即便是2023年12月的数据也显示,各大城市的房屋销售活动在传统淡季有所增加。 TD银行首席经济学家Beata Currency指出,债券收益率下降已经影响到固定贷款利率,买家认为不应再观望,因为总的借贷成本已经有可观减少。 Beata Currency认为,从2024年1月开始,购房者已陆续回归市场。 TD银行预测到2024年底,贷款基准利率可能下降100到150个基点。 上半年地产市场可能会进入恢复期,而下半年则可能更为活跃。 Phil Soeper也表示,自2023年11月中旬以来,我们的客户量比去年同期显著增加。 信号表明,今年春季全国地产销售数据将令人满意。 对于买家和卖家来说,现在可能不是最佳时机,但却是一个不错的时机。 当然,购房还存在一些纠结的点,是现在以较高的利率购买相对便宜的房屋,还是等几个月后以较低的利率购买可能较贵的房屋。 这有点类似于2021年的选择,是选择浮动利率赌未来,还是选择固定利率赌浮动利率会大幅上涨。 这并没有标准答案,一定程度上涉及一些运气因素。 Fill、Soper预测,多伦多、温哥华和维多利亚这三个城市的买家将最迅速进入市场,以免错过购房窗口。 对于2024年,Soper认为卡尔加里市场可能是最活跃、最有潜力的,尽管经历了两年的高速上涨,但仍有较大的上涨空间。 BC省的反弹可能相对温和,而多伦多、安省南部的调整可能较为剧烈,2024年有望出现强劲的反弹。 对于安省的一些城市居民来说,现在买房可能是超低的好时机。 Fill、Soper认为,2024年首次购房者的数量可能比2023年多得多, 因为2023年的住房调整,使人们更倾向于租房、观望地产政策和贷款利率的变化。 而首次购房者对房屋的迫切需求,使他们不太可能再观望到2025年。 最后,对于选择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的问题,专家Clay Jarvis表示, 赌博可能是人类的天性,但你所赌的是一笔重要的资产,可能是你一生的积蓄,所以要三思而后行。 尽管固定利率目前略低于浮动利率,但选择固定还是浮动仍然取决于个人的财政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 Clay Jarvis强调,谁能保证未来几年利率一直下降或者保持不变,谁能保证不会再次上升呢? 最后的建议是,如果你追求稳妥,姥姥失失选择固定利率。 二,人类发展或将迎来里程碑时刻。 埃隆·马斯克·伊兰·莫斯克在周一晚上宣布,他的初创公司Neurlink已经成功将脑机接口芯片植入一名志愿者的大脑,为此进行了颅骨部分切除手术,而志愿者目前正在良好恢复中。 马斯克表示,通过接入脑机接口芯片,人们将能够通过意念控制手机、电脑,甚至几乎任何设备。 他补充说,最初的用户将是那些四肢瘫痪的人,我们的目标是提高他们的沟通速度,使其不亚于正常人。 尽管马斯克未透露志愿者的身份,但据传记作者表示,Neurlink首次人体试验的理想人选是40岁以下的四肢瘫痪成年人。 在植入脑机接口芯片之前,外客医生花费数小时将志愿者颅骨切开,然后由机器人将芯片插入大脑区域,负责控制手、手腕和前臂。 理想状态下,脑机芯片将读取大脑指令,将其转化为电脑代码,并通过脑机接口传输至周围设备,实现用意念操控手机、假用电器等功能。 目前,除了Neurlink,美国还有两家类似的脑机接口芯片公司及多所大学实验室在研究。 马斯克曾抱怨Neurlink进展缓慢,但去年FDA批准了人体脑机接口手术,前提是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 马斯克希望Neurlink的脑机接口芯片可以治疗肥胖、自闭症、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 为人类带来新时代。 虽然脑机接口还存在伦理问题,但其成功可能让瘫痪患者站起,忙人重见光明。 例如,通过Neurlink类似技术,一位瘫痪女子能够用意念表达复杂语句,显示潜在的治疗潜力。 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在不断推进,为未来带来了更广阔的可能性。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明天见!